我们现在开始讲多元函数的极致 也就是说多元函数的maximum and minimum 那么我们这里我们针对的主要的是二元函数 我们也只讲二元函数 也就是说Z等于FXY 我们考虑这种情况 那么什么时候是它有极致 极大枝和极小枝 或者说是这也是extreme 最大和最小极大极小枝 maximum and minimum 当然这是local的 现在我们讲的一般是local的 那我们所谓的maximum和minimum 一般的我们讲的是local的 local,maximum和minimum 它的定义就是在一个领域内 例如说是这样的一个函数 它可能还 还是在 在这个地方 它有 有极大值 它可能在局部是极大的 它可能还有一些 在其他的一些地方可能有更大的 但是在局部它是极大的 就是说我们对任何的XY 属于 属于一个在一个小的领域内 X0我们把这个叫做D delta X0为这个就是这是以X 这是以X0Y0为中心的半径为中心的 半径是delta的圆域内 我们叫disk XY来说FxY小于等于Fx0为0 那我们说这个Fx0为0是maximum 就像在这里这个点一样 那么它周围的我们一个小 X0为0它是在这个点 那么再对应到这个曲面上去 在这一个小的范围内 那么所有的点的值都比它小 都比这一点的值小 那么这个叫maximum 如果说是对所有的FxY 在这个小圆里面 都是大一定于Fx0为0 那我们叫Fx0为0是min 那么我们怎么样去找maximum和min 我们怎么样去找 应用什么方法来找 那我们首先我们知道 要有个necessary condition 如果说 如果Fx0为0是一个local的extreme 那我们可以得到在这一点处 关于x的偏导数和关于y的偏导数 都应该是等于0 这个证明是比较直接的 如果在这一点是task的大致 那么我们固定y 固定y就得到的是一个x的 是一个关于x的函数 那么这个也就是说是一个1元函数 那么在1元函数里面 它也应该是极大值 如果是极大值的话 那么也就是说我们Fx0是1元函数 当然说Fx0是differential Fx0是differential 那么我们关于x的导数 关于x的导数 它应该是Fx0 在x0这一点是extreme 那么我们关于x的导数 也就是说要使得它找到最大最小 如果是1元函数 它在这个曲线上 它应该是最大值 那么它的关于x的导数 就应该等于0 那么同理 那么同理我们在关于y的导数 它也应该等于0 也就是说要使得它找到最大最小 局部的极大极小值的话 它的一节偏导数 在这一点的一节偏导数 都应该等于0 那么怎么样去找它的 那么还什么时候 它确实是极大或者极小值 那我们有另外一个定理 这个我们叫做定理1 这个定理2 这个是充分条件 充分条件说的是什么呢 充分条件说的是什么呢 我们说它至少有二阶可微的吗 它二阶可微 二阶可微 二阶是可微的 那么我们的要求 所有的 二阶导数是连续的 一阶 万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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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色 它所有的是 它有一阶和二阶的这个连续偏导数 或者我们只需要它一阶二阶的连续偏导数 它就是differential的 那么我们前面这个可以不需要 我们前面讲权威分的话 我们一阶偏导数如果都连续的话 它就是可谓的 应该是has continuous first and second or the partial differential derivatives 那我们就可以去得到这样的结论 得到这样的结论 当然说我们要求一阶偏导数 关于x的偏导数和关于y的偏导数 都等于0 那么我们用二阶的导数去判断它是 计大还是计小值 我们 设 我们怎么说 我们 设 a等于fxx 这是x0 y0 b等于fxy 在x0 y0 fxy 也等于fy x c等于fyy x0 那么有这样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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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个是a 我们令 第一个情况 是ac-b的平方 大于0 而且a小于0 那么我们得到的是 fx0 y0 这是maximum 它是最大值 第二个 如果是ac-b的平方 大于 也是要大于0 而且a也大于0 那我们得到的是fx0 y0 这是minimum 最小值 第三 这种情况 如果ac-b的平方 小于0 那我们这个 我们叫做saddlepoint 这样的点是saddlepoint 那么如果ac-b的平方 等于0 我们是不知道的 我们不知道这种情况 到底是属于拉松 ac-b的平方 大于0 它一定是extreme 它一定是 一定是属于 今年局部的 几大值或者几小值 那么 看a大于0还是小于 好 这是 我们的 充分条件 那这个我们不去证明它 我们拿来用 我们用这样 我们来用这样的定理去求最大最小值 好 那 我们先看第一个立体 我们说是find 我们找 最大最小值 Critical points 我们所谓的critical points 就是一节导数等于0 或者是它不存在的情况 这跟我们一元函数是一样的 函数是什么样呢 Fx y 等于 x 立方 减上y立方 再加上 再加上 3x平方 再加上 3y平方 减9x 那根据我们刚才的充分条件 我们先要算 两个偏导数 Fx 是3x平方 加上 6x 减9 我们可以写成 3倍的x平方 加上 2x减3 好 那这个我们分解开来 就是3倍的x 加3 和x 减2 那么如果Fx等于0 我们得到 x等于2 和x等于-3 3 Fy 是-3y平方 再加上 4y 那我们可以 嗯 -3 哦 加上6y 这是3y平方 嗯 那么可以写成 嗯 -3y 那么 那么 y-2 如果 Fy等于0 我们得到 y等于0和2 所以有四个点 所以就是 它的 四个点 用x和y各有两个值 啊 啊 -3 0 啊 -3 2 我们按照大小的顺序啊 2 0和2 2 2 那有四个 有四个 啊 这个critical points 那我们呢 那我们呢 再看 算 f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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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6x 加上6 fx y等于0 fy 是等于 负6y 加上6 这个我其实我们 啊 fx 啊 可以6倍的x加1 这是 这是等于 负6y-1 fx x 可以写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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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倍的x加1 可以写成 那我们 看 四个critical points 它的 二阶导数 在-30处 fx x 乘上 fy 减去 fx y的平方 这是ac-b的平方 fx x x是-3 的话 这是-12 好 y等于0 y等于0 y等于0的话 就是 负6乘负1 好 那就是 负12 好 负12乘上6 负12乘上6 y等于0 再 这是等于负的 呃 负的72 这个是sad point 现在是小运营 就是sad point 就是n点 那我看第二个 负3 负3 和2 那么 ac-b的平方 负3 那么刚才是 a是负12 那么 y等于2的时候 就是负6乘上1 乘上负6 是等于72 这是大于0 而且a等于负12 小于0 所以这个点是maximum 因为a小于0 而ac-b的平方是大于0 所以这个是maximum maximum 我们最好写出来 负 f-3和2 我们要算它的值 负3 那这是负27 负27-8 所以负35 负35 负35加上 嗯 27 这两个a掉了 等于0 那这是负8 负8 这是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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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加上27 所以是31 好 这是31 是它的最大值 local的 那我们再看一下 2和0处 2 2 0 ac-b的平方 ac-b的平方 啊 a是 6乘2加6 乘18 啊 v等于0的话 是6 所以这个是大于0 而且a 也大于0 所以这个是minimum 那么minimum是多少呢 2 0 2 0的话 啊 那我们带进去 v等于0 所以这些都是0 2的话 这是8 8 8 8加上12 20 20-18 等于2 啊 哦 这我写错了 啊 这是x-1 这是x-1 x等于2 1和3 这是10 1和3 那这算错了 那这是1和10 1和3 10的话 呃 那这是f 那我们把10 我们重新算一下 ac-b的平方 x等于1的话 6加6 是12 啊 f 我以为 v等于0的话 这是正6 好 这是等于7 10 2还是72 这个大于0 而且a等于12 小于0 所以这是呃 大于a 这是大于 所以说minimum 还是minimum minimum我们算进去 a等x等于1 v等于0 所以1加3 减9 所以是-5 这是-5 好 最后一个 1 2 那么ac-b的平方 a我们刚才算出12 啊 当v等于2的时候是 1-6 乘上-6 等于负的72 因为b始终是b始终是 b始终是 等于0的 所以这个是小于0 所以这个是side point 这是我们求最大最小值的方法 当然我们这个 呃 还有一种就是side point 就是安点 安点 我们 还是需要把它求 还是有一些特殊的用处 那我们还是要把它求出来 好 这是 呃 我们的第一个立体 那这个里 我们再看 再看一个立体吧 如果说fxy 它是等于x的四次方 加上y的四次方 减4xy 再加1 我们来找它的 找它的maximum和minimum 那么fx是等于4x的三次方减去4y 和fy是等于4y的三次方减4x 如果fx等于0 fy等于0 我们得到的是 呃 4倍的x三次方减y 等于0 和4倍的y三次方减x等于0 那么前面一个我们得到 第一个我们得到 y等于x的三次方 后面一个x等于y的三次方 我们可以把 呃 后面 后面是 y x等于 y三次方等于x 那我们 把第一个带到第二个去 或者是 把第一个带到第二个去 y等于x三次方 那么x9次方等于x 也就是说 x的9次方减x等于0 我们提个x出来 x的8次方减1 x8次方是减1 x8次方减1 好 好 等于0 那么x只能等于0和x等于0和1 我们还可以分解的 x乘上x8次方 这还可以分解 因为是x byn次方减1 我们直接算用平方差公式吧 那么x四次方 减1和x四次方加1 x四次方减1 我们可以再分解 这是x平方减1 变成x平方加1和x四次方加1 后面这两个肯定是没有根的 好 前面的x就是x-1 x加1 和x平方加1 x四次方加1 好 如果这个等于0 我们得到的是x等于01和-1 x等于01和-1 所以我们同样的话 我们x等于0的话 好 y x等于0 y也是等于0 x等于1 y也等于1 x等于-1 y也等于-1 y也等于-1 好 所以它的 所以它的 Critical point Critical point Critical point 是0 0 1 1 和-1 -1 那我们看 00这个点 我们还没有 我们还先算它的二界倒数 fxx fxx 我们刚才fx等于4倍的x立方-4y 所以是12x fxy等于-4 而fyy是等于12y等什么方 这是2x立方 我们看一下 00这个点 ac-b的平方 是等于0乘上0 减去16 小于0 它等于-16 小于0 所以这个是set point 1 1 1 这个点 ac-b的平方 那么就是 x y等于1 就是12乘12 那么再减去16 这个肯定是大于0的 144-16 144-16 128 而且a大于0 所以这个是minimum minimum f1 1 4倍的 y x4次分 加y4次分 减4x y加1 那么1加1-4 再加1 所以等负1 而负1 负1 ac-b的平方 也是12 也是12乘12 减16 等于128 这个还是大于0 a还是大于0 因为是平方 这个还是minimum 它没有 没有maximum 那么f-1 负1 负1 还是等于负1 好 那么我们得到的是两个minimum 一个set point 没有maximum 没有最大值 这是我们求多元函数的极值的方法 找它的extreme 之下 加1 负1 1 1 2 谢谢观看